还是北方频道 还是大海热线 还是我老三和您准点开浪 眼眸市里还有个爱搭词的小杨 大家好 足话说人生到老三千级 唯有相思不可一 人活着一辈子 说不准谁会得什么毛病 其中最不好治的一种 就是相思病 那叫为你苦 为你累 为你花花 掉眼泪 为你疯 为你狂 为你框框 撞大墙 说在爱情当中 受得了你脾气的人 是爱你的人 治得了你脾气的人 是你爱的人 下面的男主角小张 虽然说是个驴脾气 可是却被一个女人 治得那是服服帖帖的 生活五彩又斑斓 和谐相处并不难 朋友间 林李间 父子间 婆媳间 兄弟姊妹走李间 家长李短长出现 那个别为小事把脸翻 有李不知找谁便 莫慌冷静把情念 律室不知该咋办 常看热线说法篇 白瓶说线 老实话 有情有理有说法 大家好 在下就是老实话 有说法的大海兄弟 天苍苍野茫茫 女友不见 相思断肠 左思量又彷徨 心急如焚 人在何方 你看这小词 凄凉又透着着急 你看 都听出来了 是吧 但是你看这 这兄弟站着位置 心里咯噔一下了 这人面前是一条大河 兄弟 人不见了 咱就找 千万别想不开 眼前这个神情憔悴 愁眉不展 在寒风中动得瑟瑟发抖的男人 就是张海权 而他声声呼唤的 那个叫王林的人 正是他失踪的女友 女友的突然失踪 让张海权心里 除了不解 更多的是担心 他也没有给我留个电话呀 也没有给我留个纸条啊 就走了 贴了这些东西之后 有人跟你说 也有人跟我联系过 但是看过不是的 不是吧 我就是担心他呀 发现老费人骗了 然后在大人身上 费情势啊 照片上的这个女人 就是张海权 一直以来苦苦寻找的女友 王林 张海权说 他和王林是半年前 在一家娱乐场所 偶然相遇的 两人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短短的几次接触 便确立了恋爱关系 并像很多情侣一样 陷入了爱情的甜蜜漩涡中 他的出现让我 增加了对自己 比较至亲的包括信心啊 这里是张海权和女友曾经一起生活了三个多月的地方 半个多月前 张海权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到家 却发现女友不在家里 刚开始他也没多想 直到女友一天未回 两天未归 电话还关机了 他才预感到 这是出事了 于是立马到派出所报警 那天我帮他买一个黑色的外套 然后他就提了一个包 什么也没有 他就走了 有一个人接他 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我就是比较担心的 通过监控 张海权看到对象 是自己拎着包走的 没受到什么威胁 他这心里边算是松了一口气 但是这对象究竟去哪了呢 为什么没留下直言片语就走了呢 还把电话也关了 而这之前 对象也没有任何反常的举动 离家的征兆都没有 俩人也没吵架 而最让张海权纳闷的是 女友离开的时候来接他的 竟然是一个陌生的男人 这人谁 他和自己对象王林 这是一种什么关系 自己对象怎么会主动 跟他去离开 难道他离开自己 是为了这个男的 种种猜测 种种不解 让张海权由最初女友失踪时那股担心劲 变成了闹心郁闷 甚至是窝火 其实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边 张海权四处寻找自己对象王林 看得出这个男人在这段感情里边用情颇深 真像他自己说的 是用生命在爱这个女人 但是他对象王林不但莫名其妙的离开了 而且是跟另一个男人走的 走的是彻彻底底 英讯全无 就像有意躲避张海权一样 按理说如果真心相爱的情侣 他不该这样 到底是张海权对咱们隐瞒了什么 还是他的对象王林 不得已非要离开自由苦衷呢 这所有的疑问 只能找到王林才能有答案 看看我把我看一眼 我见到这个眼睛 有没有见到过 我没熟 我没熟啊 去听是长这个样子吗 一个还是 谁啊 我没熟 根据知情人提供的信息 张海权终于找到了女友王林的下落 这样子我们等会到他家去的话 如果看到他之后 你先不要太激动 你先不要太激动 我们过去了好点商量 不要有一些过激的行为 我不会激动 我这只担心他家里对我会有激动行为 如果是 行 你等会控制一下自己情绪 有什么事情好点跟他商量 在村民的指引下 我们终于找到了张海权心心念念的女友王林 可没想到王林的开场白竟会是这样 我结过婚了 你结过婚 对 这是你女友老公 我都结婚了 我结婚都八年了 两个小孩 这个结果让我们听愣了神儿 张海权这一个多月来苦苦找寻的女友 竟然早已嫁做人妇 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那他跟张海权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张海权的到来让王林有点措手不及 也让她的家人非常反感 我要罚礼把我打 你都罚礼不了 听到罚礼不了 我都会罚礼不死 我相信你 你我都在 我都会罚礼不死 这个变故 真是让咱们有点意想不到了 你说自己认为的对象王林竟然结婚八年了 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他承认自己是背叛了婚姻 和张海权有过一段情 但他现在已经迷途知返 回归家庭了 这些事他也跟张海权挑明了 哪知道他放下了 张海权没完没了了 从王林婆家人和张海权的对话中 咱们也算听明白了 张海权应该是早就知道女友王林已婚的事实 而对于当时王林提出分开的要求 他显然他不接受 非但如此 他还总打电话去骚扰人家王林 骚扰王林的家人 这种行为在张海权看来 是自己对女友王林一种爱的表达 自己心里放不下王林 担心王林 我还要关心你 可在人王林婆家人那 张海权的种种表现 那就属于一个无赖 骗子 你说他有什么资格 用什么身份来关心你家的儿媳妇 这不是给家里边上眼药吗 现在这个局面 王林夹在中间特别为难 他想要摆脱张海权的纠缠 因为张海权闹一次 就等于是提醒自己 曾经这种荒唐的过往 是在接婆家人心里的创伤 当时我只是想 我在店里边做事 然后经常 也是店里边 经常有一些那些客人 订包箱就会找我 没想着留这个电话会惹来这么大的麻烦 王林告诉我们 原来他一直在家照顾孩子 丈夫则在家附近打点零工 今年为了贴补家用 他跟着老乡一起外出打工 在一家饭店找了份工作 正是因为不经意给张海权 留下了这个电话 让他和张海权之间的关系 变得频繁起来 在张海权的热烈追求下 王林逐渐迷失了自我 张海权的体贴 与浪漫 让王林觉得格外感动 但时间一长 张海权的一些奇怪举动 以及对两个女儿的思念 让王林有了结束 这段错误感情的想法 可是他租的房子 他配的钥匙 他只有他身上一把 我自己又没钥匙 他一出去就把门反锁了 就把门锁在家里 对 他一出去 他就把门反锁了 我也出不去 我只好有时候想女儿 想老公的时候 我也没手机 手机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所以有时候 一个人就躲在房间里边 哭哭也好 后悔也好 他精神跟正常人不一样 知道吧 有时候 真的有时候 就有点自略一样 有时候 有点不称心如意的话 就是自略 张海权的种种表现 让王林不仅仅是后悔了 更害怕了 他趁张海权不留神的时候 偷偷给丈夫打了求救电话 直接给我老公打电话 我就给他摊牌了 我老公他知道了 他就说只要你回心转意 只要你好好的 我还是像以前一样的对你 但是我听了就好感动 再说女人这辈子 也不可能找到像这样的老公 他觉得我老公说我呢 他就觉得我老公没有 我从没有那能力来养我 但是我真的 我老公对我真的很好 人在安逸的时候 总想找点刺激的 等刺激过了 才看明白安逸才好 王林就是这样 在他看来 老公不扛事 没能力 嘴上还不会哄人 和啥啥都行的张海权一比 那一下就矮了半截 所以张海权的出现 就像往平静的湖水里扔了一块石头 王林的心瞬间就被攻克了 尤其是他一开始就跟张海权 坦白自己的婚姻情况之后 张海权居然表示不介意 这王林就更加沉沦了 但这事咱仔细琢磨 这样一个不差钱不差事又混得开的人 那为啥非要找王林你这个已婚生子的人当女朋友 难道你美若天仙 事实证明 王林把张海权想得太简单了 王林和张海权在一起的这三个月 甜蜜的日子享受过 害怕的日子经历过 这一对比 比起随时可能拿刀对自己比划 动不动就要自杀的张海权 王林还是觉得自己那踏踏实实的老公更靠谱 所以在跟张海权谈分手后 王林跟老公跟婆家人坦白了一切 婆家人和王林一起已经生活了八年多了 就冲这些年的情分 还有他们也不希望儿子离婚 孩子没了亲妈 所以两个老人就说 行啊 以后你只要好好过日子 咱就原谅你这次错误 在背叛了婚姻之后 王林也尝到了自己种下的恶果 他以为张海权对自己只是一时的新鲜 时间一长了 他就把这段感情给忘了 但是没想到 这张海权不但不愿意放弃这段感情 还对自己一直穷追不舍 甚至有些疯狂 他把他害个 对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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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一只乱油来拿开 来到分一手 还带着药 还带着药 还带着油来的 那个油的 那个 那个 那里面这一分 就安定不开心 就拿着肉 没有就是上次拿的时候 就是早几天我来过一次 然后我到这个房间来找他 他后面呢 他说要那个小孩子呢 去叫他爸爸 我当时我把那个小孩子 我说 我说你不要去叫 我说我不想 我说我不想去弄他们家的人 不想 不想把什么事情搞大 有没有杀小孩 没有没有 这个事情没有 张海泉一次又一次的骚扰 让王林身心备受折磨 看到婆家人每天小心翼翼担惊受怕的样子 听到张海泉一次次深情的告白 王林再也忍不住了 我来一天 他不要你了 他不愿意再接受你了 你来找我 我不会怪你 我还是不接受你 我会比以前更在乎你 我会帮你捅住一天 我说了 为了你 我会请你当场 为了你 我会去死 希望你还要在你心里面 你记得我 不要把我忘记了 你说完了没有 说完可以走了 我说完了 我说完了 你有那必要吗 我有啊 我问了你 我值得 我跟你说过 现在我选择留在这里 我生死跟你都没有关系 知道不 都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 我选择在这里 我希望你过得好 真正希望你能幸福 你这是真正希望过得好吗 你存心就是报复我呀 我没有报复你 霸不到我们两个世界 我没有报复你 我没有报复你 你不是报复我吗 我不是报复你 这不叫报复吗 我不叫报复 我是因为真相爱你 我放不下你我才过来的 我放不下你 你这叫放不下吗 我只是放不下 你这叫放不下吗 你这叫放不下吗 你三番几次来骚扰我家人 你这叫放不下吗 你跑到河南老家 不知道跟我老爸说的什么 我老爸就打电话来 威胁我让我回去 我买好的日子 我买好的日子 过得蛮轻轻的 不是你这样吵 不是你这样闹我 能成这样吗 我现在能成这样吗 我现在就是全天眼的小饼 知道吗 王林的言语 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划过 深深地刺痛了张海权的心 一个多月的苦苦寻找 和一段感人肺腑的深情告白 在王林看来 就好像是笑话 你自己凭着你良心说 好吧 毕竟我们两个在一起过也 我也是真的很在乎你的 应该你知道的 不要打过嘛 你跟你们一天嘛 如果你对我不重要的话 我凭什么到外面去找你 你喝到哪里就跑那么多次 我为了什么了 你以为是我为了什么了 你以为是我为了什么 我老子怎么想的 我就是为了你 我怎么想的 你不知道我有多在乎你啊 这感情啊 真是个难琢磨的事 在王林的眼中 我们看不到他对张海权 有一丝感情 有的都是反感 而张海权这边 明知道王林结过婚 还有两个小孩 心已经不在自己身上了 却还对这段感情 迟迟不肯放手 过去那老话怎么说 强扭的瓜不甜 可张海权偏偏不认这个理 为了这段感情 他甚至不惜和家里边闹翻 隔三叉五 跑王林那去找虐虐 求王林回头 你还是跟我在一起吧 你说这感情这东西啊 就这张海权 咱们瞅着 模样也中 事业也中 那咋就这么钻牛角尖呢 你要说王林现在过得不好 你死缠烂打 没准让姑娘还能活心 可现在情况是 人的小日子过得挺好的 婆家人都原谅他的过错了 这事要不是你这么折腾 那早就翻篇了 可你张海权偏偏要闹得尽人皆知 你让人家王林以后怎么在村子里边呆 别人背后指指点点 王林婆家人心再宽 他也得别进 还有那俩孩子以后要知道自己这个妈曾经做过这错事 他怎么去面对 你张海权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人家王林好 为了王林我咋地咋地 你这么做那真叫对他好吗 如果这就是你所谓口中的爱 你的爱真的太自我太自私了 其实王林也没想到张海权会把这事闹成这样 俩人多说才相处三个月 为什么张海权就像着了魔似的 把所有心思都放在王林身上了 即使违背社会道德 他也不愿意放手 要知道水是有圆的 树是有根的 张海权的根就是他的心魔 他愿意跟我走 我还是这样的地方 我还是因为他 因为他不去这种武器 老婆说把我都见到我愿意去 你如果 他亲家荡草我都愿意 不愿意跟我走 我也跟他讲过 我就是说 真的不愿意跟我走的话 可能我不觉得真的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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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遇到王林之前 也经历过几段感情 还在一段感情结束后 做过傻事 因为之前的事我找过几个女人 不是问我贪钱的 就是问我 买衣服 带她去哪里玩 什么样 有位一个女的自杀过 我为什么要自杀 但是就是因为我想不通 因为我 并不是我没有能力 养得不活 然后也不是我对她不好 只是说 可能就是说我太在乎她了吧 那个女的她 后面跟我讲过 她说 你对我太好了 对我太在乎了 几段感情无疾而终 让张海泉 变得想爱又不敢爱 害怕自己再次受伤害 直到王林的出现 让张海泉眼前一亮 那里玩了 她那时候不想去 然后我买贵的那衣服 她也不要 她是基本上买那些便宜的 然后我带她去吃东西嘛 她贵的时候不得吃 我就觉得说 哪里这个女的 我说完了 我这辈子也没看到 这种这样的女的 她就放在鞋子上 我带前面就喜欢打扮的 但她也不说 很喜欢打扮的 不说不打扮 打扮的比较普通的 那种呢 我觉得她是一个 比较恐怕的女的 因为我前面 打了几个女朋友 没这么 那么 去诈配的人 他那么去 生来过就没有人 她是我为的第一个 王林的勤俭节约 让张海权觉得 难得可贵和珍惜 即使在一开始就知道 王林已经结婚 她还是想要 争取这段感情 可没想到 她的决定 却遭到了家人的反对 可这样的反对 并没有让张海权止步 可是王林摇摆不定的心 却让她有些不安 张海权的承诺 张海权的承诺 并没有留住王林那颗 想要离开的心 直到王林真的不辞而别 张海权才发现 自己心里的某个位置 缺失了一大块 今天我们来了 事情也了解了 她是有家庭的人 而且她现在想跟她丈夫 在一起生活 她不愿意离开这个家庭 就是你现在真的 你的立场肯定是不对的 是不对 对 她希望就是 你不要再过来打扰她 不非 我从此以后呢 我也不会来打扰她的生活 我也希望她们两个时候 也过得幸福还是 我保证以后不来骚扰她 不骚扰她 我是真心爱她 我也不来骚扰她的家人 我希望她在这里过得幸福 在对的时间 遇到对的人是幸运 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难免会心伤 张海权的固执 王林的轻率 让这段错误的感情 不同程度的伤害到了 他们周围无辜的家人 所以纵然外边的世界 再多姿多彩 咱们也得坚守自己的本分 纵然再爱一个人 如果是错的 也得勇敢的放手 今天又给大家说了一段 关于感情的故事 这事您要是问我怎么看 这正是一时错爱 难放手 揪揪缠缠 引烦忧 还清自在 盼安好 从此相忘 不再让 那话咋说 叫一拍两散 各自心安 如果您在生活里边 遇到了什么烦心事难解事 发现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事 赶紧跟我联系 电话是024-2318-7222 您来提供线索 咱们一块来找个说法 各位家人 今天千万别走开 下一段节目 有咱大海热线会员福利 抢红包 拼手气 所有人都听好了 要想日子过得好 生活潇洒 没烦恼 赶快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以后再遇到烦心事 感人事 闹心事 高兴事 这都不是事 大海热线通通帮你解决好吗 但是记住哦 你先加入大海热线会员才行 打开手机微信 扫描二维码 按住识别 授权登录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立马就能得到 心灵整形 但此次进行红包 最高的88元 转发的朋友 还能天天抄红包 每天还有消费维权 法律服务 热线狐狸购 9块900 所有 这好事上哪儿照去 记住 就此这个码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热线会员带好 日子潇洒 没烦恼 赶紧扫码加入大海热线会员带 说法院来执行 他们说不行 结果咋样 这人要改身份证 悲剧现场闹不停 您听听他这理由 热线家人 红包乐 幸福生活福气多 快扫码抢红包 让你吹气你没劲 一到医院就来病 一瓶啤酒至于吗 老牛可真牛 以前呢 工作业绩突出 跳舞打球也突出 买菜做饭带孙子 样样突出 死 可现在老牛因为腰椎肩盘突出 书筋建腰丸 专要专制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腰细酸痛 书筋建腰丸 是 书筋建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中医传承 匠心优远 高真堂 传承国粹 红阳中医药文化 创新理念技术 全生命周期 枕疗养液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未病先防 育病防病 以病防措 育后防复 一人一方 辩证失智 造福百姓 助力健康中国马 大医经常 良医好药方鲜效 熬治厚凡 医人心 高真堂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好医好药 好高方 提高诊疗效果 为健康保驾护航 一花和一草 鼻炎又犯了 鼻炎要讲一花一草 什么花 一枝黄花 什么草 蛾不食草 被鼻牌鼻明喷雾剂 把中药一花一草 装进物化瓶 用物化的中药直喷病造 主治疾慢性鼻炎 过敏性鼻炎 中药物化 一花一草 中药物化治鼻炎 被鼻牌鼻明喷雾剂 说酒字偏旁三点水 酒驾之后呈血泪 下面这位女司机 酒驾之后飙演技 夜深了 角儿多了 又到了交警队 辛勤工作的时间了 来来来来 各位排好队 摇下车窗 配合下工作 酒后还敢开车 咋的 一瓶啤酒就不是酒了 恭喜您 获得呼气式酒精检测一次 可就在交警 为其进行检测的时候 这名女司机开始了她的表演 吹吹吹吹吹吹 变断 吹五秒钟以上 您要是不吹 咱们只能去抽血了 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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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瓶啤酒后劲真挺大 吹尖都不灰了 随后 执行交警准备将这名女司机 带到医院进行抽血检测 在前往医院的途中 执行交警询问驾驶人的身份证信息 可奇怪的是 竟然查无此人 经过执行交警再三劝述后 姑娘可算是配合了 不停地往厕所跑 追追追追追追追 对不起 您喝酒了 一百九十九 而到了医院后 姑娘突然身体不适 不停地往厕所跑 我想上个厕所是吗 你跟着我去 或者躺着我去 是吗 我还想上 我肚子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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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抽血检测 姑娘渲氧中的酒精含量为 每一百毫升 一百八十六点一毫克 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随后 在案件处理的过程中 当执行交警 询问姑娘名字的时候 她反复强调 自己的名字是李美 李美主是你们 我叫李美 我希望你费个 你不需要在这儿 存在什么侥幸心里 我从呼吸厂查给你 小妹叫李美 这个呼吸厂叫李美主是吧 我叫李美 啊 李美 最终姑娘终于承认 自己就是李某珠 因当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被交警查处后 害怕受到处罚 就谎报了自己的身份证和姓名 原本企图蒙混过关 但最终仍被交警识破 这姑娘是表演系毕业的吧 表演是表演 现实是现实 行行吧 这真是喝酒你还开 挨罚你活该 各位家人激动人心的时候来了 跟我一起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抢包拼手气 你们的铁剑 热线会员欢乐多 今天我是红包哥 来来来 现在谁还没有抢到咱们大海这些红包的 都举个手来我筹着 废话不多说 扫满礼物多 微信扫一扫 红包安排托 微信搜索大海热线公众号 点击左下角随时来抢红包 点击抢红包按钮 来 助理 把中奖率调高一档 让更多人中奖 把所有扫满老铁的流量费都给报销了 要整咱就大方的 让所有老铁们抢得放心 玩得开心 各就各位 预备开抢 这点红包不算啥 更大福利在后头 扫码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新闻爆料 法律咨询 消费维权 政策服务 随时为我 随叫随到 刺那了 我就是痒痒挠 没味儿了 我就是调味料 寒心了 我就是小棉袄 随手拍下身边新闻 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财纳 奖励送上 不套路 不跑路 现金红包停不住 最高88元 现在扫码 再来一波开抢 已经成为大海热线会员的朋友 扫码记住红包页面 点击右侧 转发继续抢按钮 按住海报 转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转发好友加得多 红包领的贼快活 各位红包都到账了吧 来 会员福利再来一波 眼下正是中国镇痛州 咱们联合北部战区总医院疼痛科 搞了一个公益活动 每天送出20个免费诊疗 及冲击波一次治疗的名额 两天的功夫就好几百人报名 我这一看 很容易抢不上槽啊 注意听我说方法啊 昨天没报上名的 赶紧在微信中搜索大海热线 就发一个字 疼 就能参与报名 每天限前20名 前20名 地方好找 就是原来的陆军总院 现在叫北部战区总医院 甭管哪里疼 来问黄医生 没加会员的 赶紧加上 机会有限 抓紧报名 说法院来执行 他们说不行 结果咋样 这人要改身份证 悖剧现场闹不停 您听听她这理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还是需要注意补肺 这是我的身份证明 我能补肺意气 止咳频喘 治疗你的咳 痰 喘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完 老牛可真牛 以前工作业绩突出 跳舞 打球也突出 买菜 做饭 带孙子 样样突出 可现在老牛因为腰椎肩盘突出 书肩健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书肩健腰丸 书肩健腰丸 广州白云山 成礼记 做人 讲良心 诚信 走天下 成礼生 一花和一草 鼻炎又犯了 鼻炎 要讲一花 一草 什么花 一枝黄花 什么草 蛾不识草 被鼻牌鼻明喷雾剂 把中药一花一草装进物化瓶 用物化的中药直喷病造 主治疾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 中药物化一草中药物化治鼻炎 被鼻牌鼻明喷雾剂 饼干吃出新创意 选料也有小心机 用料精选红小豆 一米燕麦麦麦麦 麦麸麦粉等五种杂粮 富含膳纤维科学配比 一样相辅相成 优质面粉配杂粮 低温烘焙酥又香 我们这些老年人牙口不好 但是吃它正好 就因为这个饼吧 放到嘴里以后吧 很快就化开了 酥但是不硬 健康美味有营养 早餐茶点好搭档 穀物香浓吃不厌 独立包装真方便 这款红豆一米饼 原料精选全国各地优质穀物 全程采用低温烘焙 最大程度的保留穀物当中的营养 用麦芽糖醇代替的传统白糖 制作过程当中不添加任何色素 一口下去红豆的清香 结合着一米的焦香 口感酥脆越嚼越香 早餐来两块红豆一米饼 搭配一杯牛奶或者豆浆 于上午都不觉得饿 咬一口满嘴香脆 还有穀物的颗粒感 一点也不油腻 满满的膳食纤维 好吃又健康 不想错过这口的 现在就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大海热线微信公众账号 点击一面下方的北方嗨购 助力乡村振兴 全国四家电视台 融媒体联合行动 正在推进中 我们一起为乡村振兴添把力 说借钱容易讨债难 常听有人感叹 就说欠钱的是大爷 要账的一项孙子 接下来咱们看一起 大连的法院强制执行案听解器 我已经不开了 接着我的家 反正是你 接着我的家 我说不上去 我们怎么干活啊 对啊 你接着干活 接着我的家 接着干活 走 你干个电梯走出去啊 这是干啥呀 咱超着把火的 出啥事了 申请执行王家勇 明明接待救生员案 法院现在今天来到执行现场 暗设着楼 被执行不配合 那么我们依法需要公众出路见证下 开所公司 开所 开所公司 把你的资质量明一下 要说这事 还得从2013年4月说起 王某以做生意需要钱为由 向孙某捡了100万 本来说好的 一年之内就还清 可到了约定期限 这100万 却一点着落也没有 孙某多次催要 都没啥结果 无奈之下 只好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2019年的7月4日 法官进行了开行审理 审理期间 那么孙某和王某都倒体中参加应诉 经过执政辩论 那么法官最后判决 这个王某应当在10日之内 偿还孙某借款100万元 但是判决之后 王某仍然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还款 2019年2月 法院对王某名下的一处房产实施了查封 2021年1月 孙某再次向法院执行局申请执行 要求拍卖王某名下的房产 执行法官多次和王某协调 2021年8月3号上午10点多 执行人员来到王某家门口 准备依法 对房屋进行评估 我觉得你能够认识法 能猜一下 要不然猜口公司有钱呢 我们猜 没有钱 这是我的道理 不要想 你可以提提 房政府是你的 你为什么要告诉你 这刀是我们来的 你赶紧 那你管就没有猜 那你不说 那行 你不说法院实施 他们看了有任何问题 你们都出来 在约定的时间 王某说自己不在家 没有出现在现场 而他的家人 则是拒不开门 在公证处的见证下 开锁公司强制将门打开后 受到了王某家里人 强烈的抵抗 导致评估工作 没办法进行下去 我们在准备评估的时候 反复又给被执行打电话 动员机主动打开房屋 因为我们评估呢 只需拍一张照片就可以了 那么被执行人 包括他的亲属 拒骨黑河 这种情况下 我们依法请公证处 那么包括这个见证 我们对房屋行政的强制开锁 然后在入场准备评估的时候 遭到了房屋 就是被执行人家属的强制的抵抗 那么并且造成了我们人员的伤害 和执法揭露仪的损害 执行法官当场决定 依法对阻碍执行的人员 进行司法拘留 在送网拘留的过程中 执行法官对王某的家属 进行了批评教育 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也很后悔 一时考虑到相关人员的认为态度 另外也考虑到被执行人家里边 还有一个年龄比较大 身体不太好的老人 还有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 那么从一个善意执行角度考虑 责令相关人员写下了 回国书之后 那么对他们给予了释放 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 阻挠法院执行的人员 法院可以对其实施拘留 罚款 甚至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上百万赖着不还 自己家大房子住着 这不闹呢吗 看着没 暴力抗法 玩胡搅蛮缠这一套 好使吗 必须让它不好使 最后都老实了吧 这法院强制执行 能容你胡闹吗 真动真格在司法拘留了 咋样 傻眼了吧 目前法院对被执行人王某的 房产评估工作已经完成了 下一步的腾退工作 他的家人也承诺会全力配合 随后 法院将依法进入下一步的拍卖程序 节目看得挺热闹 这一轮红包又来到 家人们 手机扫码加会员 现金红包可提现 一次机会不过瘾 还想再抢可咋办 还是扫这个码 还是点抢红包 看到右侧的转发按钮 赶紧把这图片 分享给你的微信好友 告诉他 现在就加入会员 他能领红包 你还能抽奖 俩好嘎一好 乐呵抢红包 新闻爆料 法律咨询 政策服务 消费维权 有事儿您说话 没操码的别着急 一会儿咱们再来一轮 说这人要改身份证 悲剧现场闹不停 您听听他这理由 我包吃饱了吗 吃饱了 哪吃哪资格多 安码姐姐 你好 我要一个大帮我 哈喽大家好 我是晨晨 在电影里面讲 玩小头 我是补肺丸 祖方源自600年前补肺汤 现代工艺把我秘制成丸 全中药炮制 每丸重9克 如果你咳 痰 喘 你需要注意补肺 肺气不足 气短喘咳时 你还是需要注意补肺 这是我的身份证明 我能补肺益气 止咳平喘 治疗你的咳 痰 喘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丸 中医传承 将心悠远 高真堂传承国粹 红队 红队中医药文化 创新理念技术 全生命周期 诊疗疗养涯液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未病先防 育病防病 以病防措 育后防复 一人一方 辩证失智 造福百姓 助力健康中国马 大一经常 良医好药方些效 熬治后凡 医人心 高真堂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好医好药 好高方 提高诊疗效果 为健康 保驾护航 一花和一草 鼻炎又犯了 鼻炎要讲一花一草 什么花 一只黄花 什么草 鹅不食草 被鼻牌鼻凝喷雾剂 把中药一花一草 装进物化瓶 用物化的中药 直喷病造 主治疾慢性鼻炎 过敏性鼻炎 中药物化 一花一草 中药物化治鼻炎 被鼻牌鼻鸣喷雾剂 4.2格起 铁康 适合我的格局 康美加重视 政绩没止治疗 样样都有明依坐镇 就这电话 预约可想免费难免查 免费明依就诊 免费方案生计 铁子 拨这个电话 就说是大海热线会员 话有格局 那一天节目马上到点了 每天仅限二十秒 要说咱们都是有身份的人 那身份证是谁没有啊 咱们都说身份证 代表一个人的身份 代表你是一名合法的中国公民 上面有简单明了的四行字 一张照片 下面呢 有一行身份证号码 如果说有人要改名 咱不奇怪 但是下面这大哥 死气白来的 非要改的是身份证上的俩字 大哥四十好几 拦车你还有理 硬啥啊 人家这是为了身份证上的两个字来的 啥字值得动这么大的干活啊 你知道啥 自打大哥发现 身份证上出生俩字的谐音是畜生之后 就觉得这俩字是对他的人格极大的侮辱 每每想起身份证上的那俩字 都会心烦意乱 喝酱油刷酒粉 这纯属咸的 这大哥竟然真的就为这事 找到了便民服务大厅的户籍窗口 要求工作人员把身份证上的出生俩字 改为生出 这脑瓜子被门挤了是咋的 那再说了 就按照他的逻辑 那生出还能形成生畜呢 尽管工作人员一再耐心的解释 这是全国统一制证 无法更改 出生仅仅代表日期 不存在人格侮辱 但是大哥就一点也没听进去 就认为工作人员在敷衍自己呢 得知办理身份证上的工作人员 调到看守所工作之后 大哥竟然快马加鞭赶到看守所 要说法 在看守所门口 大哥看到警车便开始诉苦 哪成想 要求没被满足便出言不逊 随后又变本加厉 啪击一巴掌 打在了民警的脸上 愚蠢和无知助长了胆大妄为 你说四十多岁的人啊 身份证拿到手 少说也得有几十年了吧 那咋的 刚刚学会认证是咋的 自作孽不可活 男子涉嫌寻衅滋事 被依法行政拘留 今天最后一轮抢红包来了 听我口令 打开微信 就这个码 进入大海热线微信公众号 点击左下方的抢红包 进入活动 点击拼手气抢红包按钮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新会员红包立马到账 每周热线福利购 九块九买所有 热线家人 红包乐 幸福生活 福气多 时间关系 咱们今天先落到这 明天晚上还是七点半 还是北方情报 我们大海热线接着落 我们大海热线 热线翅 renamed